今年4月台南第二处文化健康站正式成立 但根据台南市圆明会资料显示 台南市55岁以上原住民长者有1258人 但在新营 柳营 盐水 后壁等临近西北地区 还有73位长者 他们因为距离太远 无法前往北区永康区参与文件站活动 因为交通的问题 你从我新营到台南也一个小时内 没有办法 尤其是老人家交通不便怎么去 在新营这个地方就是本地的原住民 其实蛮多的 另外设立在永康的南园文化健康站 目前服务23位长者 但越来越多长辈有参与文件站意愿 担心空间不足 加上服务急剧提升 造福员能力也需要增加 因为我们现在也有一些长者 他们要在我们的核定名单里面 但是我们还是会去关心这些长者 因为就是未来就是如果人数 或者是需要再增加的话 这些长者他其实都在我们的 就是照顾之下 所以有长者想来 但是因为空间的关系没办法来 是这样子 对此台南区委员会强调 南园文化健康站 未来可能空间不足问题 已经向社会局区公所接洽 正找寻新的公共空间 目前仍在评估阶段 我们还在寻觅究竟看看有没有可以合适的场地 可以 那但是南园教会 其实他们真的是很愿意付出 所以他们很希望说 这边也留一个 然后另外再找一个场地 等于是说分站这样子 那我们还在评估可行性了 而台南市委员会强调 未来除了协助南园文件站 另寻较大服务空间 也向中央争取经费扩编 计划在西北地区设立第三站 期望保障原住民长者健康照顾 袁西娃南部台南市采访报导